23号 微软执行长纳德拉在年度开发者大会上宣布与OpenAI联手 未来ChatGPT将可以为付费用户提供来自并搜寻引擎的最新资讯 另外特斯拉决心长马斯克也可能进一步投入AI竞赛 前阵子马斯克登记成立AI公司X.AI 华尔街热报报道马斯克表示 推特也可能成为他AI事业的一部分 AI在科技巨头的竞赛下快速发展 22号 微软联合创办员比尔盖茨在一场以AI为主题的活动上表示 未来AI领域的顶级公司很可能会创造出AI个人助理 这项技术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诱护的行为 他表示 无论谁赢得AI个人助理大战 这都是一件大事 因为你将永远不再去搜索网站 永远不去生产力网站 也永远不再去亚马逊 AI快速发展伴随着风险引起各界担忧 Google执行长PX1呼吁负责任的建构AI 美国和欧盟也准备加强AI方面的合作 希望在立法生肖前制定规范 白宫也准备采取新政策 研究AI风险 确定对工人的影响 新唐人亚太电视程辉谋 张其林综合报道